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您現在收看的節目 是我們在盤中11點半 為大家做的一個live及時播出 提供大家在盤中 最及時的一個解盤分析 以及在這當中 如果投資朋友對您手上的股票 有任何的一個疑惑 需要有人來幫你來做一個解答 在這邊我們都歡迎大家 利用我們的call in專線 0800-868-365 0800-868-365 我會在這裡提供大家 最專業最及時的一個服務 那我們回來談大盤的部分 今天指數 當然大家看到昨天的美股 重挫的情況之下 昨天道琼工業指數是大跌了 尾盤急殺跌了364點 一定都很害怕 非常恐慌 那早盤指數也因此開低 開盤跌712點之後 習俗下殺 最低跌到7662 大跌162點 那目前稍微有點收斂上來 最新的位置在7718 下跌106點的幅度 那指數的部分 到底這樣子恐慌性下殺 到底要不要緊 大盤待會兒 我們大家來跟大家做一個 詳盡的說明 那重點我還是跟大家強調 看盤要去看的重點在哪裡 在結構的變化 哪些弱勢股 你有沒有先去做避開 哪些在大盤重挫的情況之下 反而透露出強勢股的一個 這當中價值呢 我們今天繼續來做觀察 那弱勢股的部分 還記得我在之前跟大家提到 2016年有四大變數 除了選舉我們撇開不談 油價這當然是一個關鍵 第三個最要小心的 還是人民幣貶值的問題 這會對金融股的一個部分 要特別小心 目前人民幣持續貶值 在這裡來看的話 我們看到今天 大盤指數為什麼跌 金融類股指數大跌了1.88% 幾乎是各大類股指數當中跌最重的 電子股目前是跌1.4 金融跌到1.8 那差別在哪裡呢 在這裡我們來看到指標股的部分 像國泰金 當大盤指數開低 收斂上來縮小跌幅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國泰金的股價 還繼續的往下 又繼續的來做探底 那波段上來看 當然這邊 為什麼大盤這一波在跌 金融股可以說是領跌的重點 一路的向下來做一個走低 好那但是 今天大盤指數 盤中最低來到7662 往下在破底了 難道所有股票都在跌嗎 不是哦 好我們看到 去年跌最重的什麼股票 LED跟面板股 還記得面板股 我們16、17塊都建議大家反彈 要站在賣方 對不對 LED 金電那時候48、49塊 我都建議大家 甚至可以來佈局空單 那現在 友達跌到10塊錢不到了 那最近我一直提醒大家 這裡很多超跌電子股 你要去注意 跌升會有強彈的機會 那你有沒有發現到 友達 當指數在這裡 跌到7662 破了7980低點 也破了上個禮拜低點的時候 友達股價有沒有破7980 沒有破 有沒有破上個禮拜低點 沒有破 最近股價都在持續的往上 那包括金電的部分 這一波跌到20塊的一個低點之後 大盤7980它在20塊 上個禮拜大盤指數低點在7770 它在23塊6 那今天又跌到7662的低點 我們發現金電的股價 有沒有再繼續往下跌 也沒有 反而K線連續兩根紅磅 高點來到27.75元 現在反而都逐步的站穩 月線季形跟半年線之上 那再來看到包括了這當中 最弱勢的 應該講最近啦 1月份最弱的瓶蓋股 當然指標股大力光 我們來觀察 最近消息面利空 哇就一堆了 去年9月10月份 報紙寫都說 哇蘋果好甜喔 大力光可乘營收在創新高 結果最近股價跌下來了 報紙就跟你講 蘋果不甜了 大力光12月營收掉了三成 那包括今天自由時報 都有一個新聞說 哇現在蘋果要入股 日本一家做相機鏡頭的 叫這個康達智的一個公司 那現在來看蘋果 還要幫他擴充產能 所以未來大力光的訂單 大概就會被他搶走 形容他是地動山搖 那今天大力光 當然也因為這則消息 股價是跌的 目前跌90塊 可是就技術面上來看 好雖然再做一個跌 你有沒有發現 上個禮拜大力光的低點在哪裡 在1790 那現在指數在破底 散戶慌忙的把大力光股票 趕快殺出來 所以融資在減了 結果股價有沒有去破這個低點 也沒有再破 好 那再來看到 除了說最弱勢的股票 最近面板股LED 或是蘋蓋股 大力光 有一點已經都跌不下去了 那再來看到車用電子的部分呢 好我們發現很多股票 例如說做防撞雷達 雷晶片的一個FIET 股價這一波大盤 11月份的低點在8217 12月的低點在7980 1月的低點今天在7662 看起來指數是一底比一底低 那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FIET的股價它是怎樣 一底比一底來的高 再來看到 包括像做電動車Tesla概念股的這個茂聯 當指數在這裡一底比一底低 破了7980的時候 茂聯融資大減完 我們發現股價也是怎樣 一底比一底來的高 又逐步的墊高底部上來 再來看到當然更強勢的 包括上個月12月11號 我們跟大家強調指標股 強勢指標股 你去注意電動車做電池材料的長元科 好當時的股價在哪裡 在38塊 那指數那時候在哪裡 在7千9 8千點左右 那現在指數當然看起來 又在破底 可是有沒有發現到 長元科的股價已經從這個地方 33塊多 大漲到今天大盤在破底 我們來看到長元科的股價呢 今天還在繼續漲 盤中最高來到多少55塊8 不是說今天漲而已 而是從過去這一個月以來 指數看起來 又再度跌破新低的時候 它的股價已經從33塊多 又大漲到55塊8 再創波段新高 好那不只長元科 再來看到上個月還跟大家談到 強勢指標股 注意2228就漸零 當時股價在多少 在140 150左右的一個價位 好那結果呢 結果我們發現到 現在指數雖然在破底跌到7662 漸零的股價呢 卻是從140 150左右最低139 漲到今天大盤今天下殺了100多點 我們發現建林股價早盤還在拉 拉上去 最高來到多少 已經又來到170塊的價位 對不對 那更不用講 包括9月份 推薦大家的至今50幾塊的價位那時候 指數那時候在多少 在8200多點 今天大盤指數跌了100多點 至今也還在漲 漲到45塊 漲到4塊半 重點是今天來到多少 高點最高來到120塊 你有沒有發現到 指數9月9號的時候 那一天收盤叫8286 現在叫7662 低點 已經跌了看起來600點 可是這段期間 至今的股價居然是怎樣 大漲了一倍左右的一個幅度上來 那為什麼要去跟大家再三強調這個 這不是要告訴你說 哎呀你看我們的股票有多厲害 買了保證你大賺 你只要加入我們 保證你每一檔都會賺錢 不是這個意思 那我只是再三跟大家強調 其實每天看盤 最重要要看的是什麼 看的也就是所謂的一個結構 什麼叫做結構 也就是我常說的 大盤強勢股跟弱勢股 你從剛才的分析 你就會發現到 他們的趨勢 他們的位階是都不一樣的 那你在股票市場裡頭要去賺到錢 最重要 第一個你要去做的是什麼 你當然就要分辨清楚 誰是強勢股 誰是弱勢股 因為你會發現 買弱勢股 當大盤漲的時候 你賺不多 當大盤跌的時候呢 跌的比誰都快 賠的比誰都重 對不對 可是反過來 如果你買強勢股 大盤跌的時候 你不會受到重傷 大盤漲的時候 甚至這當中 都能夠去賺到大錢 因為股價就一檔一檔 創新高上去 甚至大盤還在整理 像至今過去這段期間 跌了600點指數 這股價居然從50幾塊漲到100多塊 所以說我再三強調 真正要去在股票市場裡面 要能夠去賺到錢 關鍵在哪裡呢 在於說 你能不能夠去做到 這當中看懂弱勢股跟強勢股 弱勢股記得要捨得賣 轉弱的股票要趕快跑 轉強的股票你要懂得買 強勢股要懂得爛丟丟 這樣子你才在股票市場裡面 你才能夠成為贏家 因為股票不對了 你轉弱勳套出來 小賠趕快出嘛 對不對 這當中收回資金 換到強勢股身上 強勢股幫你賺一個大波段回來 你是不是就能夠更輕鬆的 更快速的 能夠在市場當中反敗為勝呢 講起來簡單 可是偏偏很多人說 就是做不到 為什麼 第一個 你可能看不懂 誰是強勢股 誰是弱勢股 一定都等股價漲翻天了 才知道它是強 才要去追買虎 第二個 你可能股價跌下來了 結果你自己這當中 不知道它已經轉弱 或是你捨不得賣 繼續留著 結果到最後就可能越賠越多 這一點當然就可能在股票市場裡頭 受到重傷 所以我說 為什麼你需要一個專業的分析師 或是操盤團隊來幫助你 當然如果手中股票有任何疑問 也歡迎大家利用我們的Call-in專線 0800-868-365 我會在這邊提供大家最專業的分析 那現在台北這個線上 有個台北的林先生打電話進來 林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請問 老師我要詢問那個 兔邦金 我47塊多買的 那現在怎麼辦 好 OK 那這裡我們先來看一下 當然富邦金金融股的部分 我在節目當中已經提過蠻多次 我們在這邊都不建議投資朋友 因為第一個 這當中 最要注意的就是現在人民幣貶值 那人民幣貶值 對台灣的銀行業 大家都說 因為它發了很多TRF給這個投資人 尤其一些台商 那甚至很多銀行自己手上 也持有大量的人民幣部位 那這些部位到底會造成多少的損失 目前都是一個未知數 一個問號在哪裡 所以說呢 股票市場是這樣子 提醒大家一句話 不怕利空啊 只怕這當中不知道有什麼利空 然後利空見爆的時候 股價通常已經到低點 那但是如果跌的時候 還不知道利空 那可能在等到你看到利空的時候 又再跌了一大段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富邦金股價當然是在跌 也是一個標準的一個弱勢型態 甚至今天都還在破底 但是呢 我會建議投資 這裡不要去做摸底的動作 第一個不要加碼攤平 第二個要賺回來的話 最好是這當中 能夠去換股操作 這是我給的一個建議 為什麼說要換股操作呢 很多弱勢股投資人都會想說 哎呀抱著 大家看會不會上來 或是抱著 這當中看會不會底部快到了 結果呢 弱勢股是越跌越深 可是如果你把它換掉 換到強勢股上面來 你會發現 其實要賺錢 反敗為勝賺回來會更快 就像上個月 我們提醒大家 瓶蓋股還要小心的時候 跟大家講過像瑞儀 對不對 那時候已經從100塊 跌到80塊了 80塊大家覺得很深了嗎 結果還會再跌 今天最低還要到58塊4 可是如果你說 你這個地方就把它 怎樣 換股操作 你可以避開這一大段 又跌20塊的風險 一張也省個2萬塊 10張省了20萬下來 然後換股操作 舉個例子 當時我們說 長元科 對不對 這段期間從多少 從30幾塊 大漲到55塊 反而漲了20塊 一張2萬 10張20萬回來了 對不對 或者說 劍林 對不對 這也是上個月跟大家介紹的 最近這個月指數的部分 雖然在跌 劍林的股價 也從140幾 大漲到今天 170塊最高 有沒有發現到 這也漲了多少 漲了20塊回來 那這一來一回 你會發現10張 就可能是20 這個 變成不用賠20萬 省下來 賺個20萬 反而很容易 所以這就是我為什麼 再三叮嚀大家 需要做太弱則強的一個原因 當然 如果說您對手上的股票 不了解是強是弱 需要一個專業的團隊 來幫助你 我們都很願意誠心的 來幫助大家 那當然回到大盤的一個部分 好 那簡單跟大家說 當然今天大家看到 美國股市 哇狂跌 跌了300多點 嚇到要死 都想要砍股票 那我會說 其實我看到美國股市 在這個階段大跌 我認為這都是好事 為什麼這麼說 永遠要記得一句話 股票市場當中 不騙的定理 叫做樂觀做頭 恐慌見敵 當市場上 大家都看到美國股市 在大漲 報紙打開來 都是利多 哇 充滿了樂觀的氣氛的時候 你要小心 那個叫做 頭部差不多到了 反而是在市場上 一片恐慌的時刻 你要去注意 這反而是第一檔到了 當然講起來簡單 但是為什麼我說 很多人做不到 因為你這當中 如果沒有一個 這專業的操盤團隊 專業的分析師來幫助你 你到最後 你可能還是會 免不了被市場的一個 心理給這當中影響到 這叫做洋群理論 大家都會被這個市場給影響 所以我說你為什麼需要一個專業的操盤團隊 舉個例子 像2015年10月份 那個時候美國股市也在崩跌 台灣也爆發了史安的風暴 對不對 那美國的恐慌指數 當時這當中 芝加哥波動率盤旋兩個月高點之後 出現一個在當中飆高的現象 代表說什麼 代表全市場這當中恐慌過了頭 那時候所謂的恐慌指數 代表的是美國股市在大跌 這個美國的許多金融商品都在跌 但是我說在去年10月份 大盤那時候也從9800 跌到了大概在8600點附近 發現到技術面已經有許多的轉強訊號 包括了散戶在大賣 量的趨勢 五日均量反而回升上來 技術面多頭吞市形態出現 所以我說當時時安崩暴爆發 有一個南橋這家公司大家記得被誤會了 我說有許多股票被誤殺之後 指標這裡也轉強訊號出來 所以我認為大盤在這裡 有一個強力反攻的機會 那後來大盤就從這裡8600一路的漲 對不對 漲到哪裡去 漲到1萬點了 市場上過度樂觀 那時候上萬點的時候 指數連續好幾天長紅 甚至有外資喊到說 台股目標15000點 很多分析師也跟他講台北股市還很便宜 很多分析師也跟你講 哎呀選前半年一定會有選舉行情 用力嘛就對了 可是我都叮嚀大家 這行情不對了 甚至當時預告會回到10年線的可能性 一定要去注意那個風險 對不對 8500點也提醒大家要保留現金 等到10年線再來拼大的 那現在呢 好我跟大家講 當一堆利空出來的時候 蘋果在砍丹 沙烏地阿拉伯伊朗在斷交 北韓在試爆清淡 然後人民幣在重扁 陸股在熔斷 油價在急跌 美股在重挫 什麼利空通通都來了 這個時候你們注意到 萬點的時候 融資在高檔 融券在低檔 大盤跌下來了 現在是融資在低檔 融券在高檔 那再注意一個 外資最近這幾天都在連續加碼指數的多單部位 現在有2萬多口的多單在手上 那散戶在空股票 散戶在殺股票 外資卻在指數極力做多的時候 台北股市這時候已經回到了 我們所說的10年線 這時候該怎麼去操作 大家心裡要有一把尺 我會建立大家好好的這當中 在採取一個反市場操作的方式 當然如果說投資朋友 你說你自己就是沒有辦法 那我們都誠心邀請你加入 基品操盤團隊的行列 孫子兵法說 知勝有武 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 視眾寡之用者勝 上下同欲者勝 以餘待不欲者勝 將能而均不欲者勝 有一個好的將軍 你不用什麼都自己來操還 你自己在當中交給一個專業的操盤團隊 就能夠四倍功半 而股市如戰場 我們就是你的良辰名將 要幫助你在股市中 戰勝大盤成為贏家 有任何的疑惑 有任何的需要 都歡迎大家利用我們的諮詢服務 跟我們來做聯絡 休息一下第二階段 馬上再回來 好痛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好 成功投顧 揭平操盤團隊 由高老師親自帶領 專業用心重存性 提供給您最用心的解盤分析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插群出現 02-2752-5868 2752-5868 成功投顧高老師 集聘操盤團隊 入會專線 02-2752-5868 02-2752-5868 現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成功投顧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精神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成功投顧 擁有股票 期貨 雙制兆 帶您領先動輸市場 穩健獲利 股網福利 成功投顧 值得托付 08-2752-5868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施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拒絕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這片刻的寧靜 選擇你的網路 額牌氣密窗 賴斯堡是最認真 最專業 最了解國際趨勢的立法委員 賴斯堡委員在台北市 清澳、瓜婆或任何需要協助時 總是義不容辭 全力相挺 他是我們最重要的幫手 這是我們立法院很重要的資產 最優質的立委 賴斯堡委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階段的節目現場 那剛才跟大家說 台北股市再度回到十年線 永遠要記得股市當中不變的定理 樂觀做頭恐慌見底 現在我們看到美國股市在大跌 台北股市急殺 我覺得這都是好事 因為對波段來講 這其實都代表 大盤的低檔已經不遠 7662 就算不是指出這波最低點 我認為距離波段的低檔區 已經不會太遠 但是永遠要記得 做股票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你要去做好掌握結構 太弱則強的動作 很多產業趨勢如果是走弱的 業績已經在下滑的公司 技術面有大戶在出貨 轉弱訊號出現的股票 我還是叮嚀大家 你一定要去檢視你手上的股票 萬一出現這樣的現象 該賣還是要賣 該跑還是要跑 那當然如果說你不知道你手上的股票 到底產業未來是怎麼樣 大戶到底在做什麼 到底是強還是弱 我們都歡迎大家 利用我們的Coin專線 0800-868-365 我會在這邊提供大家 盡我所能 就我所學的一個最專業的服務 好那回到大盤的部分 當然大家都說 這個行情 這個全球看起來經濟都不好啊 這還能購買股票嗎 其實在我來看股市就是這樣 跌下來大家就覺得經濟不好 漲上去經濟就覺得很好 去想一想 全球的經濟有那麼快變動嗎 股市上萬點的時候 跟現在比起來 難道那時候經濟比現在好嗎 反過來 那時候大家都認為經濟很好耶 對不對 現在大家才認為說經濟很差耶 那回到這當中 當大家都認為大環境不好的時候 我們再問問大家 那難道國際油價在下跌 難道說現在美國FED要升息 或者說美國股市在大跌 所有的產業就全部在下滑嗎 不是喔 再三跟大家強調 2016年台股講望 好我們要把重點放在哪裡 放在今年有爆發性成長的五大機會 包括物聯網 去年是萌芽期 過去這幾年在萌芽而已 現在開始加速成長 新能源車電力十足繼續的加速 汽車安全配備 滲透率持續在做提升 車電網市場也正在大幅度擴增 而電子股很多超跌之後 也出現了減便宜的機會 重點是你能不能夠找到裡面的機會 我們舉個例子 像大家說景氣不好 但是最近公佈12月份營收 我們發現七機車零組件當中 居然有11家公司 營收到底在做什麼 都在創新高 這裡面包括我們過去介紹過的 像至今發現到12月份營收1.47億 年增率高達78% 同志 12月份營收達到8.68億 年增率高達65% 當然我們不是叫大家去追 因為你會發現 當這一段期間 至今營收在創新高的時候 股價呢不寂寞 當大盤指數這段期間看起來很弱 至今的股價已經從50幾塊 大漲到今天最高120塊了 同志就更不用講 對不對 去年年初跟大家介紹的時候 100多塊 現在已經漲到300多塊了 所以這就證明什麼 證明了產業趨勢 才是決定股價方向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當我們能夠從有爆發力的產業裡面 去找到有競爭力的公司 然後搭配的技術面 找到低檔轉強訊號出現 大戶已經在進貨 這樣子做股票 是不是就能夠打敗大盤 能夠幫助你成為贏家呢 那現在我們也就看到了 當現在包括了像契機車零組件 有11家12月份營收還在創新高 在雲端物聯網相關收費股的部分 也有高達16家營收 12月份營收再創新高的時候 我會告訴大家 裡面會有許多的機會 就像去年 我們推薦大家3552的同志 有沒有 在當時股價還在100多塊的時候 現在已經漲到340幾塊了 就像去年我們跟大家介紹的一個至今 在50幾塊的時候 現在已經漲到120塊了 這就是我所說的 做股票 我們這當中最重要的選股SOP 一定要堅持 鎖定最有爆發力的產業 找出來具有競爭力的好公司 檢視籌碼面 低檔有大戶在進貨 技術面有轉強訊號出現 領先市場買在低檔 那這樣的一個方式 才能夠有機會一檔接一檔 一波接一波的幫投資朋友 創造財富下去 我們也是持續在這樣子堅持 堅持鎖定有爆發力的產業 要帶給你這當中 能夠去打敗大盤 帶給你不用靠大盤 自己就敢賺的好股票 帶給你這當中 波段有賺大錢的機會 其實你會看到這一個月以來 指數雖然表現好弱 但是這個月以來 電池 電動車電池材料的長元科 股價不也是這當中 從30幾塊 在我們介紹之後 大漲到50幾塊嗎 建林 150元的價位 現在也大漲到170塊嗎 所以關鍵在哪裡 在指數嗎 不是 重點是你有沒有找對產業 找對正確的一個股票 找到在有爆發性的產業之下 有競爭力的好公司 那我們現在持續鎖定在 2016年五大機會 物聯網萌芽期 開始進入到成長期 新能源車 汽車安全配備 跟車聯網裝置 還有許多超跌的電子股 現在更等的 大家來撿便宜 那如果說 投資朋友 你認同我們的操作理念 你想要趁著這行情 現在回到10年線 來反市場操作 人氣我取 你想要趁著現在 大盤跌到10年線附近 找到好股票來做佈局 想要跟著我們鎖定 最有爆發力的產業 有競爭力的好公司的投資朋友 我們都誠心邀請大家 加入幾品操盤團隊的行列 現在加入這當中 都還是有不錯的優惠 會提供給大家 歡迎大家好好把握機會 我們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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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通透顧高老師 極品操盤團隊 入會專線 02-2752-5868 02-2752-5868 02-2752-5868 現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 操盤服務 成通透顧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 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殺散戶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精神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貸盡一定貸出 成通透顧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智照 帶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健獲利 独往福利 成通透顧 值得托付 銀河2752-5868 總統支持朱立倫 立委力挺羅明財 來 掛嘴掛青青 再回來心愛的無緣的男人